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在我身旁是一盆虎翅梅 这个虎翅梅是人们长期以来比较写的一种花 因为它一年四季可以开出现眼花朵来 但是每一道东西 朋友养的虎翅梅 或多或多都会出现这个情况 烂一样干枝的现象 像这样的情况怎样来给它加强管理呢 今天我就给它分享几点 希望你能喜欢 首先我们观察虎翅梅是不是受到了冻海 要没冻海的情况下 你必须得把这些烂一样给它清理掉 清理的时候你千万注意点 它这个虎翅梅脂液是有毒的 它毒性道不大 它有维度 但是也不能让它脱了手 这边这个脂液冻了 必须把它剪掉 它腐烂了以后很容易感染 然后你用这个桃木灰 把这个上口给它挽一下 好了 这盆虎翅梅我都在修剪完了 想这样的情况 你怎样给它加强管理呢 你首先看这个盆子的这个盆涂 这个盆涂不是很干的情况下 你就别咬肥了 因为这个冻结的温度比较低 这个期间吧 你必须叫它凝干勿实 管于很势老 很容易导致这个静干腐烂的现象下 如果你这个明液大铺想换盆的情况下 你这个将由这个明液春天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 温度也高了 那个时候 在这个15度以上 你可以就是给它配置这个土 把这个原来的这个盆土给它缺一部分 用这个透气性墙的这个土质 给它来进行换盆 换盆以后吧 脚肥的时候也得特别注意 脚肥不是很干 你都不能关于脚肥 它因为这个东西很抗汗 好了 关于这个胡锡门这个东西管理方法 和这个腐烂现象怎么处理 我就给大家讲解一下 希望你给我点赞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